大家好,我是陈行杰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菊花花头及菊花叶子的画法 这节课我们讲菊花花枝的画法 在一幅菊花作品当中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菊花花头和菊花的叶子 可能忽略了菊花花枝 但是枝梗在画面中却起着定视和穿针引线的作用 它决定了一幅作品的大势和走向 是一幅作品的灵魂 菊花的花枝分为三个部分 根部的称为老枝 中部的称为主枝 上部的称为侧枝 或者是叫花枝 是长花的地方 画菊花的花枝一般用狼嚎或者是用尖嚎 中风行笔 老枝应该画的苍拙 主枝要画的进庭有力 花枝的部分易嫩而且富有弹性 画菊花出枝上庭 要左顾右盼 欲左先右 或欲右先左 出枝横斜乍起 不上吊也不要下垂 画菊枝不可以直线接于画头 要有曲折变化 以转侧取势为佳 写菊枝要用中风 用战末法来画 浓淡自然一体 要画得浑原有致 菊枝或斜出或穿插 要画出傲双之意 菊花的枝干不亦太粗 适中即可 行笔要自上而下 虚实相间 欲动于尽 刚柔并济 硬梗的枝干 用笔一直 少弯曲 柔细的枝干 则相反 下垂是构图 也不可以一味着下垂 着花处 如在花烧 则也需要有上扬之势 以免生机全无 具体的出支方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我们所讲过的 中国画的常用构图方法 里面所讲的内容 不论是两线构图 还是三线构图 不论是上扬式构图 还是下垂式构图 我们必须严格遵守 一长一短 一大一小 一多一少 一纵一横的构图法则和特点 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是 菊花的两线和三线的构图方法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花头 生枝 点叶 勾金 的具体表现 有人是先画花头 再画花叶 然后再画花枝 也有人是画过花头之后 直接画花枝 确定大事和位置 然后再画花叶 不管你用的是哪一种方法 都要注意 画枝杠时 不要正顶花头 枝与花 不要形成直角 应该有夹角变化 菊的叶柄 与枝相交之处 生有小叶 在写一画中 多用墨清点来表示 另外穿插住的一些小枝 与主枝杆的位置 注意线条交叉的原则 就是用女字 或者是右字的穿插法 注意菊花枝杆的穿插分布 可以顺势画出花苞 丰富画面 两朵菊花画在一起时 相接触的花瓣 要有纵横关系 否则 不容易辨别清楚 攒紧菊花 不要在一起画得太多 否则 不容易画出姿态来 画菊花的花头 要有抚养政策的变化 叶子 同样要有扶养转折 大小浓淡的叙事变化 画多松菊瓣的菊花时 要从花瓣的中心开始画起 由花芯逐渐地向外延展 瓣根对着花芯 但花瓣之间不要平行 要有大小 疏密 宽窄 长短的变化 菊花的种类很多 花瓣也不相同 但无论花瓣有多少种变化 我们要记住的是 所有花瓣的方向 都是指向花芯的 我们通过长短 曲直 疏密 虚实等变化的花瓣 聚集成花头 叶子与叶子之间 除了有大小 疏密 虚实的变化之外 叶子之间 也要留一些小小的空隙 这样也变于区分 同样的花朵 也要有一些简单的变化 在画多朵花朵组合时 要注意花头的分布和变化 在花头构画中 逐步的按照需要 来添加花头进行组合 多花头组合 一定要注意大小 疏密的变化 叶子的布局 要根据花头的位置 以及画面的大势 来确定 其走势于疏密 菊号枝梗 随于草本 但因枝梗 禁拔 坚韧 所以用中风 干涩的玉米方法来画 行笔要有顿挫 同时 也要注意枝梗的疏密 粗细 曲折的变化 和相互的穿插 祂的玉米方法来看 下垂式构图 要注意花烧要有上扬知识 染花头是用笔条藤黄 笔尖在适当的夹褶石或者是珠标 从花中心染起 用笔要随意自染 可以用花的颜色甩洒画面 使画面协调 最后再调整画面 平点画的花瓣从形态上 外围不能画得太均匀 太整齐 要有变化 和书密之分 画完花头画画之时 要把握动视 菊花的枝梗不粗 但很有韧性 画的时候要根据书法的要领 齐笔 运笔 收笔 不可以马虎 这时候叶子的布局 就要按照枝梗的走势来确定了 在创作时要讲究墨色 在创作时要讲究墨色 菊花的层次要分明 枝叶繁茂 在用墨时 要注重浓淡干湿的变化 多用干笔 画出的菊花要让人感觉 有那种受到秋风侵袭之后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讲 中秋特辑 菊花 与中秋节的应景作品 这个画法 欢迎大家到时收看 欢迎订阅 留言 分享 点赞 谢谢你的收看